森林之王萬歲 幹嘛喊萬歲啊 萬歲那麼low的 喊什麼萬歲啊 節目的家想喊什麼都行 一載森林之王 用到第五十幾個金鐘獎 綜藝節目獎 慶功業上 節目最後推手 東森集團總裁王霖霖 這算是王偉忠與專任時候 藏不住滿臉的喜悅 不過這次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傻語而過意 他們也給蕭敬騰 李悠佳 露露最大的鼓勵 我覺得老蕭跟悠佳 在我們心目中 他們是最好的 他們得不得獎其實不重要 而是能夠幫助這些年輕人 有一個亮點 這才最重要 也是我們合作的初心 我們做了行動幾十年了 很多主持人其實 表現很好的不見得會得獎 因為網路節目它是用感情 然後有很多簡潔很多情緒 它不是像那個高觀眾 好的我們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們兩個大概不受安慰 因為節目得獎 他們一定會很開心 我覺得可能 比較失落的會是露露 可是露露沒關係 明年我們一定會得獎 如果明年沒有得獎的話呢 那我們就後年得了 沒有露露明年一定會得獎 我可以預測 因為那個評審們對於主持人這個事情太執著了 老實說現在的節目你看所有全世界受歡迎的節目 其實是沒有主持人這件事情的 大部分就是參與在這個節目其中的主要的人員 那我覺得露露比較吃虧是這一點 那她自己有說她是被林佑嘉跟老蕭脫垮的 那露露我覺得我們就下一次錄影的時候好好再 為了露露給我講 給我講起見 不要再講 他們兩個這次真的是為節目付出很多 各方面來講他們真的為年輕人做了很多事情 這一點是我覺得這次目前幕後 我們應該謝謝他們 對對對 目前幕後真的不是很痛苦的 森林之王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做的節目 它幾乎已經打破了所有電視 傳統電視的規格跟剪接 跟可惜評審們不理解我們想要主持人做的事情 所以明年應該真是一個獎項 不要是主持人 因為主持人這件事情在網路節目裡頭 已經就不是主流了 明年都2020年了 所以希望這個獎項主持人這個 說學逗唱這件事情可能得要 面對新的媒體的觀眾群 節目重新也持續講像斯的時代更迭而改變 神明之王仍會持續努力給年輕人一個舞台 這節目花費的人力財力跟各方面的確非常大 還是希望有產值了 現在我們這些歌手出來 現在已經要出專輯的有多少歌了 七個 七個要出專輯 確定了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 有時候選出來了之後沒有產值 對一個選秀節目來講只是節目 有產值之後它就不光是節目 不過總得講我們還是要感謝評審 因為神明之王現在在網路上 點擊力已經超過幾千萬 七千萬次 這是評審慧眼是英雄 我們要感謝所有的評審 謝謝 謝謝評審 謝謝觀眾 謝謝觀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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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